书用吧 今天来看一下书法里面箱子写法 大家共同来写一下 这个字是比较有难度的 折下去 那么这里双的会比较重一些 就到这里延伸出来 这里不要捅出来 因为等下撇的时候会冲突到 越来越重 勾的时候是越来越重 然后勾起来的 溜到这里的时候呢 突出来 比较高啊 这里跨的比较高一些 好 拿出来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箱子 首先呢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上半部分呢 还是比较小的 下半部分比较快一点 这中宫收紧的地方呢 所有的皮呢 大概都是从这个中心点的延伸出来 这里呢 不要散掉了 啊 这个箱子呢 和那个夹子有点像 啊 就拒绝啊 就是这个虎弯钩 虎弯钩内缘 外方一直强调 一定要把控好 好 这个虎弯钩呢 其实 就是从这里加总 然后到这里也说 加下去 勾上来 其实掌握的方法不是很难 好 那么这个箱子呢 有时候呢 这上面这个头部啊 有些人会这样写 也是比较普遍的 好 这上面呢 可以啊 调换一下就行了啊 不止一种行法